我們來看國民黨裡面也有反對的 李廠志 以前洪秀柱的發言人 他說 換柱的教訓還不夠嗎 他說實在不知道這些沒有什麼民意基礎 跟社會脫節的部分中常委到底在幹什麼 換柱的教訓還不夠慘痛嗎 沒有實戰經驗或是被民意淘汰 你們都不知道現今社會脫節多久 但是其實國民黨裡面有提出要換猴的 其實也不是只有中常委 剛剛我們講鄭立文大概就很明顯主張 所以這個韋傑兄 撐得住嗎 當然我想我剛剛提了幾個點 柯文哲在笑你嘛 說侯友宜你先撐過七月二十三再說吧 先讓他笑 我想到時候讓我們笑他們 我說第一個 我想正在主席的立場 朱立倫已經再三強調絕對不會換猴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想 剛剛我也提到侯友宜市長 他也講說我打死不拿 所以我覺得在這兩個狀況之下 當然我認為換猴的這個狀況 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不管是外界提的這個幾部曲等等 我想當然我想當然有很多的不同的聲音 希望說可以換掉侯友宜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也必須承認說 確實有這樣不同的聲音 有些人還是支持這個郭台銘 有些人支持韓國瑜 但是我們也必須了解說 不管是韓不管是郭不管是猴 我們認為最後這三股力量必須要團結在一起 這是我們最終最後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想剛剛不管大家怎麼提的 像東華哥提到說請他自己不要嫌的 我想真的如果或許他自己 我猜他或許會這樣子做 但是問題是今天還有黨的框架 今天黨已經真正他了 或許我有沒有聽錯 我自己覺得啦 你剛剛很親耶 你剛剛很親耶 你剛剛侯市長很親耶 我自己說如果沒有黨的約束的話 或許他也會有這樣想的 也不一定啊 但是我希望他已經講得 怕死不拿了嘛 我只是舉例啦 所以第一個 那個黨中央已經特別強調不會喚猴 所以我想這邊我們也必須 肯定黨中央這一次做一件事情 我們過去很少祭出黨記 但是這一次針對很多的發言 主席或是我們的考察局都說 我們如果你在這樣子破壞團結 我們祭出黨記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國民黨不一樣的地方 感覺你們黨員沒在怕啊 沒關係 那個我覺得他之後一定會 因為確實很多人進去跟黨中央 這個申訴說他這樣在破壞團結 我覺得就像當時可能高嘉瑜還是王石堅一樣 很多民進黨黨員覺得他的講話不對啊 所以我覺得至少國民黨在改變當中 可是鄭立文他本身是不分區 你要記得他的身分 他不是朱主席提名的不分區 我這是我自己認為 誰提名的不分區 沒有分喔 誰提名的不管 而且我說真的 我都認為他是民進黨派來臥底 畢竟他過去就不是國民黨員 連這個都來喔 我說真的啦 這我自己個人的意色啦 我說真的啦 但是這個時間點 不應該講這樣的話 我猜一句話 我前一陣子在跟親戚吃飯嘛 我有一個親戚就問我說 郭台銘是不是蔡英文派來臥底的 他已經搞國民黨第二次了 這個都是陰謀論啦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這樣子調色啦 他剛才不小心洩漏了 洩漏了國家機密 原來朱立倫說 換侯就黨紀處分是針對侯友誼的 對 不是針對侯友誼的 竟然是朱立倫用黨紀跟住 我感覺你們像害我被黨紀什麼 真的覺得換侯這件事重要 只有一個人叫做郭台銘 他最好的選項 他還是把侯友誼換掉 然後他光明正大回去代表國民黨參選 這是他最好的選項 其他人不重要 為什麼我說不重要 我們那些立法院老助理 常常都有一個習慣 就會做碎食指調查 因為每一個助理 他的立場是深藍深綠 還是淺藍淺綠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嘛 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他這樣 什麼記者什麼東西全部都按走一圈 前兩天才有一個老助理跟我講說二十年來 我第一次看到有總統候選的支持度是零 就是現在目前檯面上三個 以前連戰起碼還有兩個 再差有兩個 兩個月前侯友誼還有一個 那個是非常非常深藍的 國民黨提什麼東西 提一個西瓜 那他也是會選那顆西瓜的 可是這兩個月放棄了 轉成說不投票 就是不想投票 你知道侯友誼的狀況是這麼慘 那就是不要小看這種碎食指調查 碎食指調查他跟民調有一段差距 他也不一定能完全反過去 但是他可以預示一個 一個類似執行調查 未來某一種某一類人的心態跟反應模式 好友誼現在面臨的狀況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在談煥吼啦 挺鍋啦 什麼什麼煥含啦 這些東西我們都有一個假設 我們假設國民黨那個是一個一個板塊 一個一個山頭 我把這個山頭抓來了 然後是不是就哪一批人會跟著過來 然後這樣子會有一個計算對不對 我告訴你錯了 今年選舉會很恐怖 今年的選舉 據我的看法 它叫做流沙化 什麼叫流沙化 就是地震的時候會土壤異化有沒有 你地面上面一片都是流沙 現在唯一可以叫做板塊叫做賴清德 他還有個一母三分地 第二個還勉強有立足之力的叫柯文哲 他只有三分地沒有那一母 然後剩下國民黨的已經完全流沙化 沒有猴粉 那鍋是不是粉 那鍋是被投射的 那韓粉他有 他也有 那還有一部分他轉去不投票 全部流沙化 流沙化的狀況是說 你那個候選人要夠強才能吸得起這些人 那他沒有板塊 你沒有什麼 什麼派系領袖或頭頭 可以像抓粽子一樣 抓一個我就把整個拉過來 這是第一個狀態 先把它搞清楚 第二個狀態 好友宜做所有的動作 通通too late 太晚了 道歉這種事情 517是最後期限 517一提名的時候 你就說抱歉 我們以前有很多的狀況 黃復興那一次是第二個機會 他坐在旁邊 我以前想抱歉 我們剛才在節目上得罪你 來我先自拔三杯 外面都不用知道他們講什麼話 鏡頭上面只要看到侯友宜 咕咕咕 連三杯 道歉 而且侯友宜能喝 能喝 他也不怕 對不對 然後你這些動作都不做 你去給他拉椅子 然後結果 拉椅子他有特別講 他是因為那個趙先生要出去 他特別幫他拉出來 不是針對韓國瑜 那天我特別問到他 我們要解釋 我們不需要解釋啊 當然這是我們幾個老屁股在臉銷毀 郭董那一槍是不是打得很準 對不對 郭董 最近大家要討論什麼723 是不是郭董要宣布參選 郭董宣布最最好參選的時間 竟然槍到打那麼準 7月16號就宣布啊 就遊行那一天 遊行那一天 直接在臺上說 我宣布現在獨立參選 哇 好 那當場侯友宜跟柯文哲都傻眼 我是來參加郭董肇事大會了嗎 當場被摸了 郭台銘真的照你建議的這樣子 那天716的遊行新聞 全部是郭台銘 對 沒有其他新聞 遊行的現場還有侯友宜跟柯文 對啊 這兩個人參加郭台銘 參加郭台銘 事事大會 哇 眼淚都噴出來了 叫這很壞 這是我們大家臉笑